in the stream reo 嗯 我心想好複雜 會不會喝完這一杯 然後就 去吐了啦 Hello 大家好 我有人來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是我之前從來沒有拍過的影片 想知道是什麼嗎 你看我第一身穿的 有沒有讓你們想到 我應該會拍什麼樣的片呢 好了 不許想好愛的東西 我們今天呢 接到了一個 活動酒的業配 我覺得這個東西蠻特別的 因為前陣子好像韓國還蠻流行的 所以今天我就想說 那我們就來醉一個簡單的調酒吧 因為我這樣子 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會喝的角色 來去嘗試一下 OK 我們來看看我們可以調出什麼樣的 鬼東西 因為廠商說怎麼調都好喝 所以我們應該 不會累吧 好 我們來看我們今天的產品是什麼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產品 讓你們看一下 果冰酒 它有三個口味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三個口味主要是什麼口味 Mango 芒果 櫻桃 荔枝 我剛好稍微看一下 它裡面有很像金球的東西耶 嗯 好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給鏡頭看 就是我等一下再給你們仔細看好了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應該看得太清楚吧 我讓你們看一下我今天準備了什麼樣的東西好了 我準備了這些 還有一個其實是最後的耶格 我為了今天我要特別去買個學客杯 跟假裝很像很裝逼的一個湯匙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湯匙到底要拿來幹嘛 竟然跟布加耶格很好喝 好甜喔 而且它酒味不會很重耶 你也想吃嗎 想吃嗎 想吃嗎 不給你吃 欸 蠻好吃的耶 可是它不會像一般的果冬一樣這麼甜 因為一般果冬就有個很甜很甜的味道 你們看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金球 喔 這邊這邊這邊 對 它裡面有那個球球耶 嗯 它會爆開 從腿巴裡面漫出來的感覺 你先加 一半 常常說加什麼都好吃 一發 它會爆耶 為什麼 因為一個有氣 我怕摸到鋪板 火開了 欸 我又不見了耶 它的金球也爆了耶 嗯 嗯 就是 RAMBOO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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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加太少啦 真的覺得沒感覺啊 不然我把剩下來加進去好了 我覺得它就是幫RAMBOO 然後加了一點 一些口感 然後其實有啦 它有一點點不一樣 可是它就比較偏向於像 呃 大部分女生會喜歡喝的美酒 美酒的定義呢 就是那種有點 呃 甜甜的 酸酸的 然後 呃 酒精味道不會太重的 所以 其實這個真的還蠻適合女生喝的 我覺得 欸你們不要小小看這一顆耶 這一顆好像13還14%欸 15%欸 我們剛剛吃一個有氣的 我們現在來吃一個美甜 我們現在來吃看最一般會出現的美因果 因為我發現啊 我剛剛 其實吃完一顆 蠻有感覺的 會熱熱的 有沒有熱熱的 我們現在要加一把 不然我覺得我全部喝完 我真的就醉了 然後呢 我發現它喝了什麼 金球裡面好像 比較多 酒味 欸我覺得這個很像那個 很像我們去吃短豆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柳橙汁加上卡樂汁 什麼感覺 欸很好喝欸 欸因為我喜歡 芒果直接 它上面那個汁直接甜的話 酒精味真的比較重欸 這個我喜歡 好我覺得這很成功欸 我們再吃下一個 我告訴你們 我喝到第二杯 我已經有一點 熱熱的 好了我們第三個 我們來試一下我們的 江貴浴Day 現在的冬瓜它很酷欸 還有提卡丘跟那個 湯姆欸不是那個 卡比獸 欸我跟你們講真的 你不要看它小小這一顆 它真的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認真沒什麼味道 就是太妹了 太妹酒了 越妹酒的東西真的要越小心 難怪那時候廠商跟我講說 說小小一顆就很有感覺 而且我跟你們講喔 它金球你把它咬破的時候 有一種在喝Shot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有點像那種酒精濃縮在裡面 那樣子 我還真的沒有喝過冬瓜茶配這種 芒果果凍 可是 冬瓜茶配芒果 為什麼我習慣的組合到 就直接跟我想說 冬瓜茶配芒果 配酒很好喝的啊 到底是誰 它就是很奇妙 冬瓜茶很甜嘛 然後芒果就有一點點酸酸的 然後你就想說 甜甜加一點酸酸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酒味 好複雜喔 我吃一顆金球 它真的是每一顆金球都有那種 就是喝Shot的感覺 Oh my god 我這個酒我等一下會醉 下一個下一個 其實我在酒裡面 我最不敢喝的就是奶酒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只要喝到奶酒 我就會想吐 我只要聞到那味道就會想吐 第一位我要常常常的是 乳酸酸 第二個是奶酒 乳酸酸 我跟你講這就是什麼味道 我一講你們就可以感同身受這一顆味道了 小時候應該有吃過聖香針荔枝口味的奶雞吧 欸不是奶雞 那個什麼 果豆 乳酸果豆 它就是聖香針的味道 有沒有我一講你們就很有 很有那個Q 奶雞加乳酸酸 可以吧 我覺得這合理多啦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給你們一個小建議 你們在自己在家裡敲的時候 你們可以弄爆一兩顆 你直接吃它有 它有就是 喝Shot的感覺 你弄爆的話 它才會有那種 酒精 然後融在裡面的味道 超酥泥 超好喝 你剛剛那是什麼 冬瓜茶 加芒果 好像好喝 欸這好喝欸 欸這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可以告訴我冬瓜茶 什麼酒都可以配 我請到這包屁 我跟你講 煮筍這台是最特別的 它真的是加這個很好喝 大家這個可以試試看 OK我換下一個 我最不能想像的 我們來試最後的幾個 奶酒 奶茶 等一下阿公在尿尿 我心想好複雜 會不會喝完這一杯 然後就 就酷了啊 我真的很怕 很怕奶酒 這什麼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很複雜欸 它就是荔枝奶茶 就是這個味道有點太複雜了 有點 OK我們來吃最後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要加那個阿 加 蘸布 直接吻 Oh my god 現在一杯就夠了吧 我不敢加太多了 你知道 我臉上寫了什麼嗎 沒干你 所以不要喝太多了 現在來到了最後一杯 你們就穿個都加下去 廠商說怎麼調什麼 你說對啦 然後我覺得我這邊下去 我會 我們每一個都加一半好不好 好 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好 老實講我很怕 這酒會 喔 這酒會很痛 喔 喔 這麼講我現在 這杯喝完 我們可能就拜拜了 你們要聞一下 喔 羊蛤喔 咬酒鬼喔 不會不好喝欸 哈哈哈哈 可是 它酒味好鬆喔 可不可以加一點那個阿 原步 可以 欸 講真的其實蠻好喝的 可是他們 果凍和果凍之間 不會有太大的衝突 然後如果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想要味道重一點的話 你就真的要把它搖碎 就讓它整個mix在裡面 讓它金球整個爆掉 那如果你是想要增加你的口感的話 就是變了說 你不要把果凍弄碎 你就直接用拌了 只是這樣有個缺點 就會變得有點像 果汁是果汁 然後果凍是果凍 我是覺得就是 把它mix在一起 感覺會比較好 好啦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阿 如果你們有想看什麼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 記得 還沒幫我訂閱加關注的朋友 趕快記得幫我訂閱加關注 然後還沒幫我訂閱我的IG 記得幫我訂閱一下我的IG 然後現在 有一點點看了 我們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 好濃喔 全部裡面阿 我覺得最好喝的 就是這一個 跟剛剛 蘆筍汁 蘆筍汁我真的覺得是意外的好喝 然後 冬瓜茶真的不好喝 然後 紅牛跟 美麗果 就是 很合乎 常理的 味道 對 就不行了 我們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